温泉是从地下涌出的天然泉水 大多数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泉水 温泉一般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地壳内部的岩浆作用或火山喷发的热能 把水岩层中的水变热所形成 多为硫酸岩泉 另一种则是受地表与水渗透循环作用所形成的热水 除此之外,各国对于温泉也有不同的定义 在台湾地区,不管是自然涌出或人为抽取的温水、冷水及水蒸汽 只要水质符合温泉水质成分标准都视为温泉 另一方面,在日本则认为 水质必须是符合规定的19种物质中的其中一种方可视为温泉 而韩国的温泉则没有那么多规定 只要温度高于或等于摄氏25度 加上水质成分对人体无害就行 现今温泉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欢迎 对人体健康及疗愈在有正面的作用 今天小编就调查了5个有关于温泉的冷知识 一起来了解看看温泉的5个世界之最吧 世界之最每周带你了解一些趣闻趣事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有趣内容 那就记得订阅我们 同时打开小铃铛 就能收到每周新影片的通知哦 第五海拔最高的温泉 西藏羊巴井温泉 羊巴井地热泉位于拉萨市西北90公里的当雄县境内 海拔约4300米 温度保持在摄氏47度左右 沐浴的地点是一个露天的游泳池 由于水温太高 需要先经过两个露天水池降温 才能达到让人舒服的浸泡 由于海拔高 这个温泉在白水哀哀的群山环抱之中 是个引人入胜的天然奇观 自然而然的羊巴井温泉 是该地重要的旅游圣地 周围远远的就可以看见雪山 在这样的环境下 泡温泉实在是人生一大享受 浸泡在温暖的泉水 全身的毛孔张开 吸收温泉内的大量矿物质元素 在此浸泡洗浴 可以治疗多种人体疾病 强生健体 排毒养颜简直一举多得 除了温泉体验 幸运的话 羊巴井这里碰上热水井喷发 更可以堵沸腾的温泉 由全眼直冲云霄的场面 十分壮丽美观 周围的高低温度差 这一代总是弥漫着白色雾气 加上地热田产生的巨大蒸汽团 从湖面冒起 玩如至深仙境一般 除此之外 羊巴井也有丰富的地热资源 中国大陆上开发的第一个是蒸汽田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热发电站 就在此地 这个地热资源 为包括西藏首府拉萨在内的附近地区 提供了一半的电力 第四 最深的温泉 帕格萨温泉 帕格萨温泉是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 阿丘莱塔县圣湖安的盆地 该温泉有记录以来 已经经历了近几世纪的历史 当地的土著一直有使用该温泉的习惯 并被祖辈传成该温泉为圣地 据了解该温泉的名字实际上是治愈之水 同时也有人称更准确的翻译为有强烈气味的水 而这股强烈的气味 其实源自于硫磺与水中 艳养菌相互作用 所产生的次比硫化氢气味 不过也正是这些非常高的矿物质含量 赋予了泉水天然的治疗价值 虽然帕克萨温泉一直以来都宣称 他们是世界上已知最深的低热温泉 但始终无法证实 直到2020年 由矿产资源科学中心 科罗拉多州矿产学院 以及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合作团队 展开了温泉深度的测量工作 他们的测量设备已经达到了300米的深度 但遗憾的是 卷子已经伸展完毕 虽然无法得知最底的深度 但这还是创造了目前温泉深度的世界记录 当地除了有非常有深度的帕克萨温泉 还有其他众多的天然热矿物泉 每个尺寸大小和温度都各不相同 周边还有许多高级度假村 每年冬季 这一带可吸引近175,000名游客到访 是休闲度假的绝佳去处 第三,最大的温泉,坚锅湖 这个名字非常有趣的温泉 坐落于纽西兰罗托乌瓦罗的淮芒谷火山谷 因为它就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坚锅 因此而得名 该温泉的面积巨大 占地约38,000平方米 大约有5个橄榄球场那么大 监锅湖的平均深度为6米 最大深度则是20米 该湖是于1886年的一次大型火山喷发而形成 当时的塔拉威拉火山喷发 并在该地区形成了几个大型火山口 当时还摧毁了许多珍贵的地理标志 如著名的粉红色和白色汽田 最后火山口被雨水和热腾腾的地下水填满 这个地热泉湖就此形成 那么问题就来啦 那么美的坚锅湖到底能不能泡呢 由于二氧化碳和硫化氢气体冒泡到地表 这个坚锅湖经常冒着蒸汽 看起来泉水似乎正在沸腾 但实际上水温只在摄氏50到60度之间 不过这个温度还是有点高 想要在这里浸泡或是游玩其实并不安全 当地人建议若想要以建走的方式 探索淮芒谷火山谷的话 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沿途能欣赏神秘而美丽的地狱火山口景色 是个老少嫌疑的活动 第二 最有疗效的温泉 棉花堡温泉 棉花堡是土耳其西南部的一个小镇 拥有17个世界上最壮观的水上梯田 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远看就像棉花团棉花堡由此得名 看到这个Tiffany藍的梯田泉水 如果说它是最梦幻的温泉相信也不会过吧 因为许多网红会在这里打卡 让这个白蓝色的温泉迅速在IG爆红 也让这个景点重获生机 迎来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棉花堡天然温泉的泉水富含碳酸钙 从上游古老的希腊罗马温泉城希腊玻璃斯市 涌出流淌至此 形成如画一般水光晕焰的阶梯状温泉池 据说棉花堡的温泉水可以治愈皮肤疾病 几个世纪以来 当地的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和土耳其人 都喜欢泡在泉水中沐浴以缓解疾病 并代代相传 据说在1950年代 北在普鲁斯有位名叫卡基的人 年仅30却患有严重的关节疼痛 这案都赚不了 有人便建议他来到了棉花堡温泉治疗 短短几个月后就能走能工作了 这里多数的水温大约在舒服的 摄氏36到38度之间 酸碱值为6左右 泉水富含钙、铭等矿物质 据说对风湿、皮肤、妇科、消化不良等皆有疗效 第一,最美的彩虹温泉 大棱镜温泉 大棱镜温泉位于黄石国家公园内西段 颜色尤其鲜艳所以又称大红彩温泉 是美国最大也是世界排名第三大温泉 它宽约75至91米 最深可达到49米 每分钟大约会涌出2000公升 温度为摄氏85度左右的泉水 大棱镜温泉的美在于湖面的颜色随季节而改变 由于富含矿物质的水体中生活着的藻类和含色素的细菌等微生物 它们体内的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的比例会随着季节的变换而改变 在夏季,叶绿素含量相对较低 呈现橙色红色或黄色 但到了冬季,由于缺乏光照 微生物就会产生更多的叶绿素来抑制类胡萝卜素的颜色 水体则呈现深绿色 至于泉水的中心,由于水温太热 以至于细菌都无法生存 这就是为什么边缘是要远的亮黄色 而中心是深蓝色 那大龙进泉适合游泳吗? 答案是不行 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温度非常高 而且呈算性 曾经就有一篇报道指 有人不慎掉进黄石公园的诺里斯间歇泉 盆地附近的温泉 在第二天救援团队取回遗体之前就已经完全被溶解了 所以大家要小心别靠太近 也千万不要收养和去触碰泉水哦 影片的最后 小片在这里温馨提醒你 在酒足饭饱之后 千万不要马上泡温泉哦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想看更多世界之最的影片 那就记得帮忙点赞和分享出去 好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